叶神医 您放心 你可这帮同学对你如此不信 我不会放他们 听说这个王家很有钱啊 叶凡 看天 半年不见 苍老了不少啊 叶凡 在哪混呢 当初你可是我们班 学习最好的那个 你整的工作应该不错吧 我想啊 只有你能跟王少媲美了 邱叶凡这个穷兵 他也配 王少 王少 没想到毕业这么久 是越来越帅了 我们要是有王少一半风光 那就好了 当我是一群势势力 没想到技术社会上 我就逼得这么势力了 正常 人之常情嘛 这不是咱当年的学霸吗 今天在好久呢 王少 你还不知道吧 叶凡这个权逼 现在就是个 是外卖的 哈哈 当年陈璐跟你分手 分听 王少说得对 叶凡成本配不上陈璐 陈璐长得那么漂亮 你就是一个抽送外卖 怎么能够不分手呢 是不是 对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 陈璐 哎呀 王少 你可真是好福气啊 陈璐长得那么漂亮 王少又这么有钱 简直就是绝配啊 对 王少 你太贴力了吧 张晓天啊 你别这么幼稚啊 啊 社会的毒打经历的还少吗 行了张晓天 我跟陈璐呢 早就分手了 没错 叶凡一个废物 怎么可能配得上我 太熟了 这么漂亮的 只有我这么幼稚 就是白人合作 王少说得对 叶凡你一个出门的 舍不得打车的废物 连给王少提鞋都不配 陈璐选王少呀 最正确的 你别这么说叶凡 叶凡毕竟曾经风光 这风光逆时而已嘛 社会一出社会 变成废物了 他今天能跟王少敏一块吃饭啊 还不是看在王少敏念旧情 李海洋你 行 大家都是同存异常 给我帮王少敏见 吃饭 王少敏 请 叶十一好久不见啊 我在参加同学聚会 有什么事啊 晚点就行 那不打扰叶十一 快请 来 把那瓶罗曼尼康蒂 给叶十一送过去 我说 这瓶罗曼尼康蒂 我们没点了 这瓶罗曼尼康蒂 是我们将李三爷送的 你算钱 李三爷知道我在这儿 替我建议李三爷啊 我告诉你 这李三爷可不是普通人 盗人康蒂 有任何事情 尽管来找 都能摆 听说这瓶酒 要两百多万呢 这酒 我也只是在电视上坑过呀 王少 我也想喝这个瓶罗曼尼康蒂 喝 大口喝 不就是一瓶罗曼尼康蒂 大家该吃吃该喝喝 今天所有的消费 算我王方头上 王少 我们大家都在滨海市 我要拖你的福气了 大家既然这么说了 我也就不藏离了 我夫妻公司呢 自己招人 大家都来我夫妻公司上班吧 一个月一万起步吧 什么 一万 这在我们滨海市 可是少有的高工资啊 王少真是霸气啊 某些跑外卖的同学 要不要会求王少 开个后门啊 哈哈 哎叶法 你看啊 这外面跑土这个活儿 还不稳定 要不这样呢 你来我父亲公司上班 小厕所 一个月给你八千 不抵达 叶凡还不快谢谢人家王少 不然你上哪找一个月八千 少厕所的工作呀 这不比你跑外卖这么多呀 对啊叶凡 你看王少 你着想 够了 大家都是同学 你们有必要这样吗 张翰天 你急什么 你看王少也是为了叶凡好 不然送外卖的工作 不长久 也不保险呀 你问咱们吃剩的这些菜呀 你找服务员拿个袋打包一下 回去给你爸妈尝尝这高等菜 王少就是比赛的 想跟你拍 既然王少这么照顾我 那我就想你吃菜吧 你最好去医院啊 做个景色 我什么意思啊 得了命啊 这段位子就是很兴趣的 叶凡啊 我觉得你还是管好了你自己 这些人 竟敢对叶神医子敬 你们都吃好了吗 吃好了 闭嘴 王少还没说话呢 叫你有你说话的份 闭嘴 三爷面前有你说话的份吗 吃好了 吃好了 就去结账 啊 笑了笑了笑了 叶神医 您放心 你看这帮同学对你如此不幸 我不会放他们 听说这个王家很有钱啊 结账 您好王少 您一共消费了272万 多少 这是账单 您消费了272万 哎哎哎哎 李三爷这瓶罗曼尼康帝是送我的 您怎么给算账了呢 是谁说我那瓶罗曼尼康帝 不算账了 是他就是他 是你跟他说 我那瓶酒送给他了 不是 是 王少 该不会想在我李某人开的酒店里 吃霸王餐吧 王少 王少 你赶快掏钱啊 这点情境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大事 王少 这点钱都拿不出来 你根本才不是狂得很吗 柯爷爸 要不咱们算点钱 没钱还装什么大款啊 不是说请我们喝罗曼尼康帝吗 这不必要理你 行 哈哈哈 第三眼 要不您看着我自己的面子上 啊 你不准 还算个屁 今天 我凑不够两百七十万 就给我捅到后面打工去 我就给你算 一个月三千块钱 一万十号 帐活烦 一万十号 是谁 蛋